我還記得 我是屬於比較敏感型的 所以呢聽到別人咳嗽的時候 我第一個會很會咳嗽的人擔心 然後呢也會想 有沒有什麼我能做的讓他不咳嗽 那神就教我學會這個過程 我後來發現我的妻子她每次感冒的時候就會咳嗽 那我就想要給她倒杯水 要不去喝杯水吃個喉良糖 或者要做什麼事情用鹽水漱口 然後睡覺的時候枕頭不要太扁 墊高一點這樣就會咳嗽 所有人能做的 可是她每次一感冒的時候就會拖個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那我就想說那我還能做什麼 為她禱告 然後發現她為什麼會咳嗽 我正在想辦法解決問題 最後發現我要學會接納她她會咳嗽 學會接納她會咳嗽 那因為我自己是不會咳嗽 所以我不會體諒她為什麼會一直在咳嗽的當中 然後後來在這個過程裡面 神就開始教我來了解 會咳嗽的時候 不是那個人希望咳嗽 不是那個人故意要咳嗽 尤其是晚上睡覺旁邊的人 然後你會覺得可不可以不要咳嗽 為什麼要咳嗽 那我後來明白 其實是她有習慣性的 會感到喉嚨會有一些過敏的過程 所以我學著透過這過程 我很感恩的是我學會怎麼樣來 陪伴身邊有一些習慣性的 然後生理上的 或者沒有辦法解決的過程 那這個感恩的歷程 是我明白 提會別人的軟弱 提會別人的需要 這帶給我一個感恩的歷程 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神 可能不會讓你很快的解決一些問題 是要是在教你學會 去體諒 去認識別人的需要 所以神在這個過程當中 教導我學習 當我的功課慢慢學會以後 很有趣 功課學會了以後 結果Nancy 現在就沒有在向你前面咳嗽 所以什麼時候好 我不知道 但是原來我們慢慢學會 這個旁邊的人會在咳嗽 是因為他有一些需要在哪裡 所以為我妻子的咳嗽 我向神感恩 別人習慣性的一些需要在你身旁 你會不會有些回憶 這就是感恩節的開始 百分之百 神在你的身旁 有一些讓你可以感恩的事情 在約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節這裡說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 我們都領受了 而且恩上將恩 在誰的身上呢 在基督耶穌的身上 我們都領受 當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上的時候 就是帶給我們最大的恩典 我們快到了聖誕節 還是我要清楚 因為耶穌來了 讓人可以有一個新的開始 原本我們不能夠跟神有再來的交往 因為耶穌來到世上成為贖罪的告片 代替了我們所有在我們一生當中 我們生下來到現在所有的罪 都在耶穌身上承擔 所以因為耶穌欺負我們承擔這罪 使我們可以跟神合同 所以在祂身上有恩典 這個恩典 從你接觸祂的開始 甚至你還不認識祂自己 所以我特別喜歡聽你們講你們的故事 當你講故事之後 你才會慢慢發現 那個最早的時候是什麼開始 可能在你還不知道的時候就已經開始 直到你講故事你才想說 每次就說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男孩 他的名字叫做豪兒 那你會想說那是幾歲開始 你可能想說大概是十幾歲 沒有比那更早以前 在我的身上 我想到更久以前 我的名字叫榮溫 光榮的榮恩典文 我一直不知道神已經在久了 在我小學的時候 大概是小學一年級或二年級的時候 我跟我的父母 我們那時候父親在一個廣告公司工作 所以他們常常有所謂的周末交友烤肉 所以全公司的人 大家會一起去河邊烤肉 那我那時候 我是喜歡彈血的人 所以我就在沿著河邊走 這樣走走走走 那河邊這邊是石頭 一大堆的石頭 那這邊就是河 我就想說沿著河邊走 很好玩嘛 走走走 突然我人就卸下去了 掉下去了 那我也搞不清了怎麼回事 然後我在那邊掙扎 然後掙扎一下 突然就冒起來了 冒起來看看左右 沒有人注意到我 那我就覺得 剛剛是做夢了 我怎麼突然沉下去 突然又浮起來 後來我就叫我妹妹死了 我就走回去 我猜我爸爸媽媽都不知道 這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在那一剎那 實際上那裡 因為當時有很多採殺死的 就會把這個河邊的 很多都挖啦挖啦挖啦 所以那邊有一個很深的洞 我不知道 我人就一下沉下去了 然後呢 我又浮起來了 浮起來了以後 如果我沒有踩到下一步 我就又會沉下去 結果我浮起來 剛剛又踩到下面 前面有石頭的地方 所以我就走出來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神其實已經救我了 我可能就在那當中就淹死了 我印象中沒有喝到什麼水 連什麼水都沒喝到 就脫不下去 然後朋友浮起來 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 我還不認識祂的時候 神就救我了 那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對我的影響 一直到是2017年 我去了參加這個醫院裡面的 這個教務學習當中 我才發現原來這個事情 對我很深的影響 但是神已經已經救我了 你知道在你的孩童的時候 你現在有節奏回想一下 很可能在你孩童生病的當中 那時候你都記得不太清楚 神實際上已經救你了 所以你今天可以坐在這裡 絕對不是一個偶然 你可能沒有想過 有一天你在走一個走在路邊 有車子突然從你身邊擦身而過 你便不知道神已經救你了 可能你當時你在那騎單車 我還記得一次 那是在台北 我騎了50cc的時候 那個50cc的摩托車 騎過來 結果一個汽車這樣 就開過去 然後 差點把我撞到 瞬秒之間 神祂再次救我 在你的生命中 可能你覺得 啊 還好 沒事 但你知道是神在救你嗎 可能你並不知道 我還記得 在當兵的時候 因為那個難得有吃魚 但台灣是很多無國魚 我吃吃魚 那吃魚就是一塊一塊吃 結果沒想到有一塊這麼長的刺 結果一吃魚就吃進去 一吃進去 就湊在喉嚨上面 然後 那我說吃飯 多吞一點飯 把它吞下去 吞了半天吞不下去 那我就到醫務室 我跟他說 包括醫官 我這個喉嚨裡面還有一根刺 他說有一根刺 讓我看看 所以他用手提開 照著我喉嚨 看到一根刺 那我說醫官 搞不好 前面用鉗子 把它拔起來就好 OK 我試試看 所以他就用一根鉗子 結果就拔出來 結果很感謝神 第一個 那個沒有刺到我的身帶 沒有刺到其他血管 他只是剛好就插在那邊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肉 Anyway 拔起來也沒有流血 No nothing 就是插在那裡 所以我說 哇神你又救了我一條命 真的是 對不對 因為他這個 這麼長一根刺 所以我只能感覺到說 神的恩典真的在我身上 難怪我的名字叫熔恩 因為我很多是神的恩典 在你的身上其實也有 只是你可能沒有機會 說出來 或者去想到 神的恩典是 當你有機會去想思想殺 你有沒有想過 在今年可能你生病了 你發燒了 欸 那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每次生病發燒 結果後來退燒會好起來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對不對 當然你可能吃一些退燒藥 吃一些安排巴雷 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不會說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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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結果就燒沒了 那個人就沒有 你有沒有想過呢 沒有 是不是 其實 難道不知道 這是神給我們身體 的一個恩典嗎 好嗎 所以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 我們都會引受 而且恩上講 這指的是在基督耶穌裡 什麼是恩典呢 這個是我們在講個人的故事的時候 會問這個問題 恩典就是 從這個字典來解釋 第一個就是 明慈的話 在過去 是君王的恩賜與禮遇 例如說這個國王說 你過來 因為我喜歡你這個人 或者是我覺得你這個做的事情不錯 說我給你封賞 給你黃金五百兩 這叫恩典 或者我給你撤封 你以後有位分 給你一塊田地 這叫做恩典 禮遇 這叫恩典 或者是動詞 給予恩惠 這是字典上的意思 感謝大自然 恩典 或者是給予恩惠 下了一場雨 我們在西雅圖 是不是常常有這個恩典 所以我每一次在西雅圖 看到西雅圖 我們就說恩雨 感謝主恩雨 然後我媽媽每一次看到樹 就說 哇 華盛頓 這麼多聖誕樹 太棒了 說是了媽媽 很多聖誕樹 真的是 然後我說媽媽 是的 每一次看到聖誕樹 我們就慶祝耶穌祂的降生 所以我就跟媽媽在開玩笑 媽媽聖誕樹 請祝耶穌降生 我們看一下說 從聖經裡面 來了解恩典是什麼意思 在聖經裡面 恩典就是恩惠 就是Grace 或是Charis 在新約裡面是Charis 或是Charisma 就是恩典禮物 或者是恩賜的意思